因為我們新內閣 我們以後要做的編列預算 真的一定要用心去做 不然你要怎麼去管 你自己的區域 你自己的行政局 你要怎麼編列你自己的預算 所以這符合基礎 我們一定要辛苦 因為半天而已 所以我們用心後 我們的保障 科學後 表示我們所有的過程都會 我們再來就是努力 為了接長執政 會在這裡 跟別人有在說 所以我們執政的時間 若是認真 若是努力 到外面我們可能 就有這種 現象 但是我們這些 事情不是很久的 就能夠解決 所以要經過大家的努力 因為我們這輩子的電招 加起來是三百幾個 三百幾個以後 現在還剩五百幾個 所以這樣評估 我們國家 增加努力 又要請新的人進來 如果七月底 可以完成 這其他人的事 我們是不是完成四千人 所以我們的時間 可能會速度 七月底 我們高雄是這樣 我們最好的是七月底 完成八月底 全部都好 都送給美國去 之後我們就可以配合 九月份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更感動力 這邊這邊 我們校長來 我們請先鼓勵一下 非常感謝我們校長 所以今天後面的人 可以來頭情 這樣比較好 所以非常感謝 還有一支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我們各位學員 各位後面的軍修 我們的行政董人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很高興 可以來這裡 利用兩點鐘的時間 跟大家來介紹 說我們這個 今天的政府政府的預算 就請注意 嗎 OK 介紹到我們這種政府政府的 預算啦 其實政府的預算 為什么我們要介紹 政府的預算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 預算來講 就和我們一個國家來講 他是一個一個 家庭 一個行政的一個 行為啦 所以詞 你政府你要做什麼事 當然你有政策 但是你要實行 要把政策落實來講 你無錢絕對是不能落實 那你這個錢要用的話 一定就是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議算 不是說跟我們國家 其實全世界 任何一個國家來說 對這個公共財政來講 都是有透過這個什麼 預算的要求 來監督這個機制 你如果沒有預算來講 你的錢 即使你政府有錢 你也不能用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來講 我們後來要做政 還是要行政上來講 我們一定要知道什麼是預算 預算的話 怎麼編制 編制之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預算不是只有編了 編了要經過什麼 經過民意機關 像台灣來講 就是立法院的一個審查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說 政府預算的審查 我們來大家做一個說明這樣 今天所要講的內容 可能是做一個前沿的介紹 還有一個預算書的範例 再來說我們預算來講 一般我們在編預算的時候 時常會有的一些 說起來是說舒適 不然就是說一些 政筆前行政變成的撇步 再來是說這個我們預算來講 民意機關 我們知道我們編的議事 一定要經過民意機關的審查 民意機關在審查上來講 所以可能會說得比較近一點 因為我們今天來講 我們今天上課的學員的性質 後來是培養是要做行政人員 跟議員來講 可能是對這個議員的班的上課 比較不一樣 所以時間上會有很多 所以可能有說 現在沒有人來講 稍微比較近一點 但是我想說 盡量利用說 用兩點很久 可以讓大家對預算 有個初步的認識 那在前沿部分大概 就是我跟大家介紹 我們要了解 預算的意義 預算的功能 預算的原則 為什麼會 預算其實是一種數字的表達 那不是說 數字會說話 那數字怎麼說 預算的資訊的架構 跟我們有關 預算 我們要知道說預算 但是預算來說 有一些基本的名詞 我們可能 我們都知道 但是不是補助看 但是可能 法律上來講 它有一些什麼 特殊的一些名詞的一個說明 我們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首先來看說 預算的意義 預算的定義 其實是很多 但是我認為說 這個定義是不錯的 就是說 預算是指一國的政府 在一定的期間內 為了達成政治經濟社會的目的 根據國家施政的方針 以國家整體資源 以國民負擔能力為估計 所預定的收支計畫 也就是說 由政治的程序 所謂的國家資源分配 這個是一個 政台高雄黃世勳老師 一對預算所下的定義 我覺得這個定義 這個但是這個是不錯的 就是說我們怎麼知道說 以前是指政府啦 我們知道說預算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家裡 我們個人或家庭有沒有需要預算 也是有啊 我們每一個人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說 你一國賺多少錢 你要買家還是要家庭生活 那每一個人都會有意思 但是我們今天說的說 政府是政府的預算 不是講我們個人或家庭的預算 而且他要強調是一個 一定是一個一定期間啦 預算當年 我們不是都說 政府國家是永續發展 永續進行 但是你預算 不是說我變一個預算 是說永遠的預算啦 那不可能 所以我們一定要強調 起結這樣 一定期間啦 有的時候是 大部分都是說年度預算 都是一年 但是你也可以是三個月 一計或半年的預算 甚至是三年五年的計畫預算 但是不管你說什麼時間 總是強調一幾個期間 他的目的是要達成什麼 政治經濟跟社會的目的啊 所以預算來說 他的目的來說是 不可否認的 他說的是一個 預算其實是一個 會計上是一個 是會計上很專業的東西 但是其實他要達成的目的來講 他又是一個什麼 政治性很高的 所以是要考慮到 政治經濟跟社會的目的啊 然後預算 不是憑空想像啊 不是說去廟的拔拔 我們怎麼來拔 不是 他要根據什麼 根據我們政府的施政方針啊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當然你要預算來配合 而且要考慮到什麼 國家整體資源 跟國民的負擔能力啊 這是預算的一項 然後 然後他說達成是一個什麼 我們的財政的收支計畫啦 也就是說 經由政治程序為 所謂國家的資源分配啊 所以為什麼說他是經過政治程序 因為我們的預算來講 以預算法規定來講 我們等一下會講 你沒有經過民意機關的審查 沒有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那個都不叫做預算啦 那個是什麼 那只能叫做預算案啦 所以我們一定要經過一個什麼 政治的程序就是 法定的一個程序 就是民意機關的審查 那他所做的是什麼 他所表現的是一個什麼 國家資源的分配啊 其實我們說政府資源你要怎麼分配 講很多啊 我們政府的說啊 我們要照顧弱勢 我們要發展經濟 我們要怎麼樣 很多很多說的 但是你說的是真的是假的 你怎麼分配你的政府資源 其實最有效的就是什麼 從預算來看你的政府的資源分配啊 這是我們對 我們要上次的考量來說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他算他的那個什麼 意義是什麼呢 再來說就是說 預算來說 我們知道他的意義 我們來看預算的功能是什麼 預算的功能有很多啦 但是我個人認為說 預算有什麼功能 你再看説來說 可以大概很多的 很多書上都有各種 但是我 預算來說有這三個功能啦 這是最重要三個功能 第一個就是說什麼 強迫規劃啦 因為你要編預算來說 你沒有規劃你沒有要編預算 所以第一個來說 他可以達到你 強迫政府資金要什麼 要規劃 強迫你規劃 第二個來說 就是提供我們 績效衡量的標準啦 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要衡量一個政府的績效好不好 當然可以用很多種的方法來衡量 對不對 政府政府不是在說什麼有感無感 但是有感無感的話 這是比較抽象的 同樣一件事情 對有的人就很有感覺 對有的人一點感覺都沒有 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一個政府的施政來講 你要不要績效衡量 那你績效衡量來講 最好不要用那些比較什麼比較主觀的東西來做衡量 最好你是用什麼用比較客觀的 那預算來講就是一個非常客觀的數字啊 你這個編的預算你是要做什麼 什麼發展經濟還是要照顧弱勢你編了100億 那你100億的的經費多少 你執行的多少 你的效果多少 所以說這些可以作為提供一個衡量的標準 那第三個就是說有助於溝通啊 因為有預算來講 這是共甲 有預算來講是 其實我們在政府的經費 政府的財政錢從哪裡來 是不是從老百姓來 是不是我們老百姓納稅來 你要花八成的錢 你要不要跟人民講清楚說明白 怎麼講清楚說明白 最好就是說我把預算就攤出來給你看 我把你們收了多少錢 我這些錢用在哪裡用在哪裡 大家有沒有意見 所以這個可以有助於我們的溝通啊 所以我想說預算的功能這麼多 但是我覺得這三個是最基本 最有最重要的三個功能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說預算的話 我們一定要知道說 預算它是建立在什麼 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預算來講 我們每一個個人有沒有預算 有 我們家庭有沒有預算 一定有嘛 我們每一個人說你家裡賺多少錢 要花多少錢 每一個人都會算嘛 這不是家裡有預算 但是我們今天在講的 不是講我們個人或家庭的預算 講的是講什麼 政府或國家的預算 那這裡面來講就牽涉到一個什麼 這個是一個是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也不一樣啊 剛才講的講過每一個人或每一個家庭 或者是你自己的公司啊 每一家公司這些都是什麼 這些我們都把它叫做什麼 個人理財 個人理財有一個什麼特質 你錢賺的夠不夠用用的夠不夠 你預算執行的 你如果虧損錢不夠用 你公司虧損誰來負責 公司自己負責 你家庭如果說你預算執行不利 或者你家裡的預算花得太多 誰來負責 你自己承擔嘛對不對 你個人的 這就是我們個人理財有一個 它的一個結果的話 理財的結果有什麼 由個人來承擔啊 那個人理財以外相對一個是什麼 公共理財啊 公共理財是什麼 它這個理財的範圍或對象 不是個人不是家庭 或者是一個什麼公司或私有企業 可能是一個什麼公共的財務啊 比如說像什麼 很多的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基金會 政治來講就是我們政府的預算 我們知道公共理財跟個人理財 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 剛才講個人理財 你的盈虧自負對不對 你賺錢了錢是你自己要負擔 但是公共理財呢 講實在的 你一個公司划了不好 你公司了錢 你可能你總經理要負責 或者股東要怎麼樣 要減資要什麼你要負責 但是一個政府來講 如果賣了不好 錢花的 你這個個人要不要負責 這個盈虧是由誰來負擔 政府如果錢花的太多或不夠用的話 有誰來負擔 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講 政府的話他這個錢是由老百姓來負擔 對不對 你如果錢不夠的話他就來加稅 或者是來舉債 來變賣國有財產 這些都是誰來負擔 都是老百姓來負擔 所以這要知道我們一般理財可以分為什麼 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 那因為有這個不一樣來講 發展出來到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 他們的理財原則是不一樣的 在我們個人理財 我們一定要呼應的是什麼 量入為初 你每一個人或者是每一個家庭來講 你的支出什麼 你的上限一定是什麼 不能超過你的收入嘛 最好你是不是賺100塊 最好你花80塊 最能夠花你最多只能花多少 賺100塊你就是花100塊 最多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賺100塊 你要把它花到120塊 120塊呢 會怎麼樣 你一定會破產嘛 對不對 你如果有那種朋友 他的理財觀念不是量入為初的話 你有如果說你有這種朋友 你要怎麼辦 離他遠一點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那邊就說錢不夠用 他早晚一定會跟你借錢 借錢借到後來一定什麼 他會幫你保債嘛 所以說個人理財 你一定要量入為初 你不管你什麼在什麼理由來講 你你花的錢 絕對不能大於你的收入 但是如果公共理財呢 他的他的理財原則 他是量出為入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公共理財來講 我們是只有考慮到說 你的支出是不是必要性 如果說一定需要有必要性的話 你不能夠說用沒有錢來做理由說 那我就不做 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說我們政府說 今年我們的財政困難 我們國家沒有錢了 那今年是103年的話 是民國97年次的小朋友 是不是要念小學 對不對 那我們說我們政府沒有錢 那我們是不是說 那民國97年次出生的小孩子 今年就不要念小學 我們就停辦一年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你這個念國民小學 這個是一個什麼 必要的支出啊 你如果這筆錢 你說政府沒有錢 你要想辦法 你不能夠說因為沒有錢說 那97年出生小孩就不要念書 那小孩子如果不念書會怎麼樣 我們國民數值會不會下降 會不會以後97年以後 這一代的小孩子 我們國家會產生很多的文盲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會啊 所以我們來講 你這個支出如果必要的話 你如果說用有錢沒錢來做什麼 來做這個做不做的 你該做的話你還是要做 你不能夠說受到這個什麼 受到這個收入有錢沒錢的置業啊 那為什麼是這樣 除了說剛才講的說這個支出的 我們只有公共理財 只有考慮它的支出的必要性 而不能用它的收入來限制 因為怎麼樣子 因為我們說我們個人理財來講 你沒錢就是沒錢 我明明只有賺100塊 我真的我花到120塊150塊 我沒錢就是沒錢 我如果說花了120 150 那虧本就是虧本對不對 但是公共理財我們剛才講 我如果說你這個是一定要支出的時候 政府的話 他的支出的話 他還有什麼東西 他還有很多 他沒有錢不過 但是他他有幾個方法去找錢 大概找錢的方法很多 大概不外有什麼 有分成三類嘛 一個是什麼 給人民課稅嘛 政府有什麼錢 有課稅權嘛 課稅錢由誰來負擔 由我們這一代的人來負擔嘛 對不對 另外來講政府還可以怎麼樣 可以印鈔票可以發行公債 可不可以 那他去借錢的話 那這個借錢由誰來負擔 這是由下一代來負擔嘛 那另外還有一種方法 他也不是要課稅 也不是要借錢 那他就什麼 我們政府有沒有國有財產 他就把國有財產賣掉 那國有財產賣掉 那是由誰來負擔 由上一代的人來負擔嘛 所以說政府的話 他有很多種的這些什麼 去找財源的一個方法 所以你不能夠說 用你沒有錢的話 就不做這樣 因為事實上錢你可以去找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大家想說 這樣做政府理財很簡單 做財政部長怎麼樣 是不是很簡單 沒有錢我就去找錢 不是 我們來講是講講說 你不能夠說量出 你一定要量出 那個要量出為入 不是說收入的限制 但是你這個收入不能來制約你的支出 那所以說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就要對政府的預算 他的支出 我們就要更嚴格的審查 他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所以這個也就是會衍生出來 就是我們今天上課要講的 為什麼我們要有預算制度 你政府該花錢 我們認為說 該花的錢你一定要花 但是你這個錢是不是該花 你不能夠說 隨著你執政者 你自己想花就花 而是說怎樣 你要花這個錢 要經過什麼 嚴格的監督啊 那嚴格的監督是誰來監督 就是人民嘛 對不對 民意機關來 那人民有沒有可能每一個人來監督 不可能嘛 所以就透過什麼 民意機關 像我們現在就是什麼 預算要經過誰的審查 立法院的審查嘛 那民意機關 立法院就代表人民來審查 所以說這個也 我們在講講說 這個 理財的原則的不一樣 那 那預算 我們既然講講說 預算來講 是可以來監督政府 來表達政府的他的施政 我們不時就聽說一句話說什麼 數字會說話 因為預算來講 如果說預算書 你把它打開 它裡面都是什麼 都是數字啊 數字審查 你要怎麼審查 你要 他要表達的是什麼 我們說數字會說話 那數字怎麼說話 這句話我們都聽到啊 對不對 但是數字會不會說話 數字怎麼說話 像這樣子 如果說我在黑板上來講 給你一個數字 170 70 我問你們說這什麼意思 你們一定跟我講 這沒什麼 阿拉伯數字 對不對 這個有沒有意義 沒有啊 你們不知道 你們不知道我要跟你說什麼 這個只是什麼 只是 只是一個阿拉伯數字 如果說 我再把它加上說 170公分 70公斤 我問你們是什麼意思 你們大概可能就會知道說 我要跟你講的是不是一個人的身高體重 那身高體重可能就是什麼 可能就是一個人的外型喔 是不是這樣 今天來講 比如說我做校長 我很假薄的 我要幫我學校的女同學或女老師 介紹男朋友 他沒有介紹 他沒有見過他 我要幫他介紹男朋友 我要不要幫他介紹對方 介紹對方一定介紹很多 但是我想介紹的話 人家會不會注意說 那他到底長得怎麼樣 長得怎麼樣 第一個我說 我就跟他講說 他身高好像是170公分 70公斤 你沒有 我們人 如果說你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是我問你說 這個一個東方男性來講 這樣子的身高的標準的話 你腦海會浮現 這個人大概長得怎麼樣 大概是不是一個中等身材 沒有很高大 也沒有很矮小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以東方男性來過 170公分 70公斤 大概是長相是 大概就是一個中等身 如果我跟你講 講說 他是180公分 50公斤 你腦海會浮現說 這個 你沒有 這個人大概長得怎麼樣 一定是他竹竿的 瘦瘦高高的 像竹竿一樣 那如果我跟你講的是什麼 他的身高是160 體重80公斤 你會想說 這個大概是什麼 矮矮胖胖 這個怎麼樣 這樣子數字有沒有說話 你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是給你一些數字的話 你就會去什麼 去呈現出來說 他大概是長得什麼樣 那我們知道說 就像我們去買股票 為什麼要看公司的財務報表 你有沒有參與公司的經營 沒有 但是你怎麼知道 這個公司狀況怎麼樣 是不是他給你財務報表 你就看他的獲利率 看他的營業額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規模大 你看他的這些 本期損益多少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這個賺不賺錢 那你如果多看幾年的財務報表 你可以說 看這個公司是屬於衰退行 還是衰退行 是不是同樣的道理 數字有沒有說話 我們一般如果買股票的話 我們是不是會做這些基本動作 那同樣的政府的話 政府在做什麼 我們一般老百姓知不知道 我們有沒有參與政府的行政 沒有 但是你政府如果提供給我預算書的話 我可以從你的什麼樣 你的這預算書裡面的數字 我去知道說 你這個政府大概都在做什麼 可不可以 比如說我看到你預算書裡面 你政府說我們要照顧弱勢 我如果說行政院長的施政方針 是說我們今年度要照顧弱勢的人民 那你把預算書看 到底政府有沒有真的在照顧弱 你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社會福利啊 或者是照顧弱勢的這些中低收入 這些預算一點都沒有增加 甚至都在減少 那你跟我講講說我們要照顧弱勢 是說真的還是說假的 事實上來講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數字就來判斷 這個政府它的一個什麼 施政方針或施政方向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它的經費裡面 在這個比重 在這個社會福利是多少 還是在教育文化裡面是多少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說 這個政府它是比較照顧什麼 弱勢還是照顧這些教育 還是我們在這個國防經費 還是這個政府是比較花金錢在 在國防預算 這些都是我們數字會說話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子來跟什麼樣 跟我們想要對話的對象來什麼 來瞭解來對話這樣 好那我們這個預算來講 我們說數字說 那我們一般預算 通常在講預算 可能我們會直接想到的就是說 預算就是預算書裡面 預算書裡面說 我們政府的預算規模 預算金額多少 其實在探討預算來講 它的不是只有一個什麼 預算書 預算書只是一個什麼 只是一個成果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預算來講 它有幾個基本的一個功能 它的架構啊 預算是什麼 第一個當然你的預算的編制啊 這個每個行政單位 行政機關來講 它都有什麼 都有一些主計人員啊 他們的工作政府來講 有很多人他們講 這個預算要由誰編 由行政單位來編啊 對不對 預算這個東西是很專業的東西啊 你說一般人 你如果沒有學過會計 你叫他預算 你看他會不會編 他一定不會編嘛 剛剛講的阿拉伯數字大家都知道 但問題是 怎麼樣子把一些阿拉伯數字 把它湊在一起 湊成一本預算書 你如果沒有相關的訓練或專業人 做得到嗎 做不到 然後再來的話 預算來講 也不是說 你行政單位把這些數字湊出來 預算我們有很多的法律的規範啊 比如說預算法或相關的規範 你要編這個預算的時候 有些你必須要符合這些什麼 這些要求啊 所以說這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在講預算的時候 我們要去了解可能是 尤其各位以後可能是 要做一個行政單位的話 你並不一定要 要學會計或懂得會計 懂得預算 但是你要知道 預算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們在會計人員要怎麼編啊 這些預算如果說 你要做一個行政人員來講 你並不一定要非常的了解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到底 要不然來講 你連預算書都看不懂的話 你不知道預算書怎麼編的話 你怎麼行政 這個就像我們現在 是不是每一個人 我們現在現代人的 現在生活的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去 都會開車 我想我們是不是現在 大部分人都有駕照 但是我問你一下 你去考駕照 你是不是想要當司機 不是啊 以前是當司機 當司機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職業對不對 我這個我是家事 我是當司機 但是 現代的人來講 每一個人都會去學什麼 學開車 我們很多 我想我們可能 或許我們 我們學員裡面 應該有一半以上的 我們都有什麼 是不是都有駕照 對不對 那有駕照 是不是說你考駕照的目的是 想要當司機 不是 開車已經變成是什麼 我們現代人 生活的一個什麼 基本功能之一 我會開車 並不代表我要當司機 但是我如果不會開車 是什麼樣 我是不是我現在的生活 就很不方便 所以同樣的 這個 預算來講 每一個行政人員都要懂 預算 但是你都會編預算 但是你如果不懂的 預算怎麼編 或者不知道 那可能 你要怎麼做行政 所以這個預算來講 我們要有這個觀念 它其實 也是我們現在行政的 一個什麼樣 一個基本能力 因為剛才我們有講 預算的功能裡面 預算是要規劃 預算是要溝通 要衡量 對不對 你如果說不知道 預算這個東西的話 你要怎麼去溝通 你如果連這個嘗試 都不知道 都沒有的時候 你可能並不一定要 完全是學會計 但是你如果不懂得 預算 你去議會跟議員 這 基同鴨獎 這怎麼可以 所以這個 所以說 預算來講 我們第一個是編制 但是編制來講 我們剛才有講 預算的編制由誰來編 通常都是由行政單位 行政單位 它有很多的主計單位 會計單位的人員 他們花很多時間 編了這個預算 但是問題是編了這個預算 我們的整個的預算制度 只是找一批人 來做這個編這些嗎 不是啊 當然我們的目的是要怎麼樣 要跟人民溝通 要跟人民說明 對不對 但問題你目的 要跟人民溝通 人民說明的過程裡面 你預算編好的話 人民相不相信你編的 那都你寫的 你跟我說 都你寫的 我怎麼相信你 所以我們預算來講 編好的 行政單位編好了以後 我們最好要經過什麼 有人代表人民 人民一定是要有人代表 他們去什麼 去做這些審查 通常這個審查就是什麼 由民意機構 可能議會或者是立法院 去審查行政單位 他們所編的預算 那最少如果有經過民意代表的 這些審查了以後 你政府編的預算 是不是比較有公信力 人民是不是會比較相信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他預算我們會強調的是什麼 預算的審查 那再來呢 預算的溝通啊 那我們知道說 預算編好了以後 這個 預算的 這個以前我們實際上在講講說 他念小時候念 讀武俠小說的時候是什麼 都實際上有什麼 無字天書啊 無字天書看得懂看不懂 那說無字天書要看得懂 還要有什麼 要有慧根 要有什麼 要有言文 不是一般人看得懂啊 對不對 無字天書 但是看到 是很多人都什麼 這個 這個男主角一定是什麼 受到迫害啊 什麼 掉到一個什麼 得到一本無字天書 那他突然他的武功增強 然後大概叫什麼 他叫 天書江湖 什麼什麼 這一般武俠小說 是不是都這樣寫 無字天書的話 是要有 要很大的機嫌 但是 我們 那個 無字天書 無字天書那個 那個是小說上寫的 但是我們現實生活 有沒有這樣子 有啊 這個 易算書來講 他不能叫做無字天書 他叫做什麼 他 自寫得密密麻麻的 但是 這個 易算書的話 一般人看得懂 看不懂 很難啊 這個可能 如果以後有機會 大家看一下 易算書厚厚的一大本 但是 一般人來講 可能怎麼樣 那個 不能叫做無字天書 叫做什麼 有字天書 但是這個有字天書 跟無字天書一樣 一般人還是看不懂 那 看不懂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裡面來講 你要看懂這些 預算書的話 要有一些溝通的一個技巧 所以說 這個 要怎麼去閱讀 或者是 預算書呈現表達什麼樣的意義 這個就是一個溝通觀念 那經過了這樣子的一系列以後 才能達到我們這整個的 預算的一個目的啊 所以我們一般在講 預算的架構的時候 不是說我們這想要 一本書那叫做預算 不是 應該你要了解的是說 預算從他編制審查溝通 到他的目的 這樣才是我們 認識這個預算的架構 我們全部都把它 那我們知道說 預算講這個 我們每個人都時常聽到 報紙上聽到 預算 預算 大概我們只能想到說 預算大概說 預先計算就叫做預算 這個是我們一般的感 但是 在我們 政府的預算來講 它有一些什麼 相關的名詞啊 那這些名詞的話 當然 這是預算法裡面 這些法律的名詞 法定的名詞 裡面很多 但是有幾個 我認為說 比較重要的 我們需要知道 第一個就是說 概算 預算案 法定預算 分配預算 這些都是預算法裡面都講的 但是每一個都有它特別的意義 但是我們一般人來講可能 都沒有 都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是我們 預算法第二條規定 各級主管 什麼是 概算 各主管機關 一起施政機 要初步 估計之收支 稱為概算 概算有沒有什麼 那重點就是這兩個字啊 你只是估計出來的 這個叫什麼 叫做概算 還不是 只是估計 那概算的話 你經過估計以後 你經過的證實了以後 你要編的是什麼 編預算 但是預算的話到 在概算到預算中間的話 還有一個 剛才我們有講 你這一個預算要經過什麼 經過立法院 或者是議會的審查 經過民意單位的審議後 才叫做預算啊 那再還沒有審議呢 預算未經立法程序者 那就稱為一個什麼 預算案 這個還只是預算案 這個還不是我們預算喔 這個我們實際上在 在這個審議後 我們知道什麼 中華民眾什麼 104 我們現在可能馬上要進行 104年的什麼 中央政府的總預算案 或什麼預算案 或什麼預算案 都怎麼樣 這些只能稱為預算 因為怎麼樣 它預算案本身有沒有法律效果 它這個只是審議中 但是政府的話不能夠說 根據預算案就是要去給人民 課稅給人民做什麼 或者就把錢就去花包 就把錢用出去 不是 這個只是什麼 預算案 那預算案來講 你有經過的立法程序 而且經過公佈了以後 那這個才叫做什麼 預算 你這個預算案 有經過立法院的審查 然後有經過什麼 總統公告 這個他才完成他的法定效率 那這個時候才叫做什麼 稱為什麼 法定預算 那這個法定預算 如果說變成法定預算以後 它有沒有法律效果 有喔 政府就可以根據這個法定預算 來給人民什麼 給人民課稅 對不對 他根據這個法定預算 他錢可以用 就可以用喔 他可以比如說像我們最近 前一陣子通過什麼 那個六年利益的那個治水方案 那你如果通過了以後 他可不可以去花包 他就可以去花包 跟這個營造廠簽約 然後就喔 你這個做五十億 你幫我做個什麼 黃泊體做個水壩做什麼 可不可以去執行 就是可以去執行的喔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法定預算 那法定預算來講 我們知道說政府 立法院來講 可能是只有對 這些 預算就是說只有一個什麼樣 你比如說你這是內政部 這是教育部 我就給你一個法定預算 這一年是比如說五百億一千億 但是 像教育部來講 是不是只有教育部 沒有 教育部下面還有很多單位啊 教育部還有高教師 中教師 還有什麼記者師 還有這個 教育部下面所屬的 這些很多的學校 中小學或是 那 比如說我們給他 教育部一千億的預算 那這一千億 教育部是不是就可以執行 沒有 教育部還要怎麼樣 在法定的預算範圍內 那由各機關 依法分配十四的計畫 就稱為什麼 分配預算 教育部你如果說他年度通過給他 立完一通過給他 是一千億 他可能給大專院校 高教的是多少 給中小學是多少 那這個是什麼 分配給各執行單位 那這個叫做什麼 分配預算 這是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名詞 這個是我們預算法 這些都法律規定的 但是一般人可能會比較 沒有清楚的那個 那再來的話 我們一般來講 想到說預算都是只有想到什麼 想到說 教育部啊國防部這些行政單位 但是事實上來講 我們政府的施政 是不是只有透過行政單位 不是我們還有很多是透過什麼 很多的基金會啊 那這些基金會的預算 竟然也是用公家的錢 用公眾的錢 要不要審查 當然要審查 所以我們 預算法裡面 規範的對象 也包含了什麼 我們預算法 第四條也規範到什麼 除了行政單位 也規範到什麼 各個基金啊 那基金的話 我們的基金的話 他可以分為什麼 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 這兩種啊 那什麼是基金 基金是指說 已定用途的現金或其他資產 你這些錢或什麼 已經有特別指定用途的 這個就叫什麼 基金對不對 那基金的種類可以分為 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啊 普通基金就是什麼 政府裡面 他可能就是對 一般用途的所指定的基金 我們叫做什麼 普通基金 那特種基金呢 他是對於特殊用途啊 那我們預算法裡面規範的 有六類的特種基金啊 這個比如說像有什麼 一個是營業基金啊 第二個是債務基金 第三個是信託基金 作業基金還有特別收入基金 資本基金啊 這個是法律規定的我們的 預算法規定 我們的基金總類有這類種 那特銀業基金什麼 你要支付一個 比如說像國營事業 很多我們政府有很多單位 他要怎麼樣子 你自己要去 要運輸出 然後你有什麼 有營儀的 那債務基金 我想這個是名詞解釋 我們時間的關係 就不跟大家做詳細的說明 但是最少你知道說 我們有這些基金總類有哪些 那我們再來看算說 那預算啦 我們預算來講 根據我們的預算 第十六條 我們預算來講 法律可以把它分為什麼 預算的總類可以分為總預算 不是指政府全部所編的預算 這個叫什麼 總預算 比如說像我們最近 我們可能 這個暑假過了以後 我們可能就要開始審查什麼 我們下一年度 就中華民國104年的什麼 如果以立法院來講 是不是 就是一個什麼 中央 中華民國104年 中央政府總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是 以誰做單位 因為立法院的對口 是不是就行政院 所以整個行政院來講 他就要編一個什麼 編一個什麼 一個 整個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就是整個行政院 那行政院包括 他下面所包含的什麼 各部會還有各基金 我們知道說行政院下面可以什麼 有內政外交國防 以前有八部六會什麼 很多的各部會 他們所合併編出來的叫什麼 總預算 那我們審查來講 是不是只有審查總預算 不是 像立法院審查 不是只有審查行政院 他還會針對行政下面裡面什麼 他的單位 單位預算 比如說就像國防部 教育部 這些都是什麼 就以行政院來講 他就是什麼 一個行政院下面裡面的一個 一個單位 那教育部來講 他是屬於什麼 行政下面 他所編的預算就是什麼 行政院的什麼 單位預算 那單位預算來講 可以 我們剛才有講 譬如說 預算來講 可以 可以對像是什麼 除了一般的公務單位 行政單位以後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各種的基金 我們知道說 單位 單位 單位預算來講 裡面來講 可以在分為什麼 公務預算 是指 機關單位所編的 這個 就像剛才我們講的 行政院編了一個 104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那行政院下面的教育部 或者是內政部或國防部 每個部位 他們在編一個什麼 這些是公務單位的什麼 公務單位的公務預算 那 那除了這公務單位以外 還有一個什麼 特種基金 那特種基金是什麼 我們 行政院下面有各種的 比如說 行政院下面 他有一個什麼 航花 航花基金 航花基金的錢很多 可能 可能你們 我們一般民眾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航花基金 可能不知道 但是其實 航花基金 他這個 這個預算來講 一年也是上千億啊 也很大 他的 但是一般人 但是 他這個 要 他的 他的預算要不要審查 也要 因為他金額很大 那這種的話就是 行政院下面有很多這種 基金的話 是什麼 像這種就叫什麼 特種基金 那特種基金請注意一下 這裡面所指的是 他全部編入的預算 這個叫做特種基金 因為他的位置是跟什麼 跟公務單位這個是對等的 因為我們基金又分成兩種 基金的預算 有的是你所有基金的預算 要全部編入審查的 這是一種 一種是 有的是這一部分要編入的 這個要全部編入的話 其實他跟我們一般的這些公務單位 是一樣的性質 所以這個都是屬於叫做什麼 單位預算 那單位預算再往下的話 就是一個什麼 附屬單位預算 那附屬單位預算的話 就是 請注意一下 他指的是說 你是有一部分編入總預算的 我們知道說像教育部 他是不是一個 他是不是一個什麼 一個單位預算 對中央政府總預算來講 他是一個單位 但是教育部裡面來講 他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基金 有一些作業來講 他可能是只有什麼 一部分編入 他要不要審查 要審查但是他又不用全部什麼 全部接受審查 這個比如說像教育部有所屬的 有很多比如說像教育部 有社科 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科博館社教館 對不對 那這些來講 他本身來講 他的性質又是什麼樣子 又是行政單位 但是他也不是完全是行政單位 他還有一部分是什麼 對外有沒有營業 像科博館社教館 或者是說他有的的話 他你去那邊的時候 他還會收門票 他有沒有賣東西 有 但是這些東西的話 你如果說他收門票賣東西 這個全部都列入這個公務預算來審查 這個 是不是他很難 所以有一部分來講 他的這些基本的人事或者 自己的公家單位這個編入 但是有一些他的營業部分來講 我們就可以不用量 那這種的話就是什麼 我們他不用列入這一部分 有一部分的我們就把它列什麼 一部分編入的話 不是全部編入的就是什麼 戶屬單位預算 那另外還有一個名詞就是什麼 分預算 我們總預算 單位預算 戶屬單位預算 那在我們通常來講 你就是說比如說像 你行政院下面是總預算 然後教育部是他的什麼 單位預算對不對 但是教育部來講 事實上是不是還是很大 教育部裡面還有全國各個大專院校 國立的大專院校 還有中小學是屬於地方政府 那個是議會去管的 還有很多很多各個的這些什麼 這個國立編譯館很多這些 他下面單位很多 那你要預算的話 你要再根據各個不同的單位 再去編的話 那我們這叫什麼 再往下的話 我們就做個部門機關別 或者是基金別的話 我們再去編的一個預算 那叫什麼 分預算 那這些的話都是一些名詞的 明詞的說明 那這些說明以外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預算的審查 那預算審查 這是我們預算48條到53條規定說 那我們預算審查的話 有一些基本審查的這些要求 那我們審查要怎麼審查 這個預算法有規定是說 我們講預算要經過民意單位 立法院或者是議會的審查 那審查的 他有他的這些規範 這個審查的話 第一個有因報告事項 施政計畫跟稅入稅出預算的編制過程 所以為什麼每一次 預算審查的時候 行政院長都要到什麼 到立法院做施政報告 其實這個我們知道說立法院 行政院跟立法院是不是平行單位 對不對 對都是我們五院嘛 那立法院行政院長為什麼要到立法院報告 根據的就是根據我們的預算法規定 他就有規定是說 你應該來這報告 你如果沒有這個依據的話 行政院長要不要到立法院報告 他沒有義務要到 因為他跟他是平行單位啊 所以說我們的預算法規定說 應該要報告那就是要什麼 施政計畫跟稅入稅出預算 你要來報告 報告就是為什麼 立法院就會指定行政院長或各部會所長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審議的方法 審議的方法 你要審一些什麼東西 稅出規模 預算引以計畫績效優先秩序 那這些的話是預算法明定說你審查 你一定要怎麼樣子 你一定要審查這些東西啊 那各位同學你們看一下齁 這個審查裡面 他規定這些都這樣 有沒有注意到 他只有規定什麼 稅出規模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要 雖然我們在預算審查 我們會不會審查稅入也是會 但是我們預算法有沒有規定 我們預算法只有規定要審查什麼 稅出規模啊 有沒有有沒有提到稅入規模 沒有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們知道說政府是屬於 政府的預算是屬於公共理財對不對 我們剛剛有沒有講 公共理財是什麼 是量出為入對不對 你的收入的話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你民意機構你要幫什麼 幫人民把關是他的支出啊 所以他有特別規定是要 你要審查他的什麼 支出的規模 稅出的規模有沒有必要性啊 這個就是我們稅入規模 沒有 那這個 第三個就是預算法規定 預結跟公布啊 因為你預算審查 有沒有他的時效性 我們剛才有講講說 你如果沒有經過預算 如果沒有經過審議的話 能不能算不算 法定預算 不算就沒有法律效 所以你如果說沒有完成的話 你很多的證物都 所以我們預算法也規定是說什麼 你應該在會計年度前一個月預結 在數日前有什麼總統公告 因為你只有這樣子來講 下一年度的會計年度 那個行政單位他才可以聚以執行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說 其實很多人 我們現在有沒有印象 看到立法院整天草草鬧鬧對不對 好像覺得說立法院 其實我自己在那邊 我發覺說 其實我們這個立法院 他草草鬧鬧還是什麼 鬧中有序啊 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法定 你有些很多會影響到證物的推動很多 這個人的話 你立法院你在草你在鬧 你這些什麼 你能不能超過這些 不可以 你這些該怎麼做的話 你還是要在這個時間要完成 然後呢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那你們要 大家要表演就再去表演嘛 要鬧再去鬧 但是有一些什麼樣 其實有一些基本的規定啊 你要審查些什麼 還有要時間上要怎麼樣子 這個其實法律上都有特別的規範這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條件或者期限啊 因為這個也是 互以民意機構的怎麼樣 因為我們對預算來講 不是是只有通過或不通過這樣 你也可以怎麼樣子 給他附加一些條件啊 比如說你這個要做 你這個編這個預算怎麼樣 那立法院也可以接受 那你這個做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怎麼樣子 你可以要 你要給人民要支出這個錢 但是你這個錢一定要怎麼用 要怎麼用 也可以附帶條件 而且甚至也可以給你一個怎麼樣 一個期限說 你這個要三個月或多久你們完成 要不然你預算通過他不做或怎麼樣 這個是增加這一個什麼 立法院對行政院行政單位的什麼 他的控制的一個 那第五個就是什麼 得限制議題跟人數啊 審查時候得加以限制啊 就我剛才講的 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立法院 吵吵鬧鬧鬧的 但事實上來講我們的法律來講 也知道立法民意單位 議會或立法會吵鬧鬧鬧 所以說他怎麼樣子 你吵鬧鬧鬧的話 他也互以他說怎麼樣 你可以怎麼樣子 你對議題的限制啊 或者發言的人數或者時間啊 都可以加以限制啊 那這是有關預算的一些名詞 我想可能跟大家都比較有關係的 那現在是25分鐘 我們是不是休息個五分鐘 我想可能有的要上洗手間或什麼 我們是不是休息五分鐘以後 我們再繼續上下面的那個